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FT就是在你购买某一数字资产的时候给你打上一个凭证 之后无论这个数字资产被如何复制 你都拥有它的所有权 这个数字资产可以是一段视频 一个动图 甚至是一张图片 有人认为NFT前景无限 不惜投入大半身家孤注一掷 有的人则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新型割韭菜的手段 到头来终究不过是梦幻泡影 坚决抵制 还有那么一群人则借着NFT的名头 堂而皇之地搞起了诈骗 在正式开始故事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故事中的人物背景 首先出场的这位名叫连千亿 连千亿在14岁时因为父母投资失利 到台北卢州闯天下 因此接触黑社会 在20岁时加入了竹联邦 24岁就因从事地下放款有成 在竹联邦天龙堂内跟随终生代大哥 后来在帮派支持下转移至台北都会区发展 投资经营酒商 地下妻子期货 以及高利率放款 现在的连千亿则投身直播行业 成为了知名网红专职带货 自从NFT在台湾掀起热潮后 连千亿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一新生事物 并在直播中宣布将会推出连千亿NFT 走过路过不容错过 呼吁网友赶紧抢购 甚至在直播中说明NFT预售价是1000美金 今年1月1日上市后价格是1327美金 中间有300多元的差价可以赚 听信了连千亿话语的网友眼看有发财的机会 那自然是有些心痒痒的 于是就在预售期间就买入 本来打算上市后就卖掉套利 结果却发现完全卖不掉 事情曝光后 某一YouTuber在16日发布了一个视频 他以知名争议直播主连千亿发行的NFT为例 访问了多名受害者 谈及被诈骗的事发经过 揭露了台湾NFT链金术背后的真相 接受YouTuber采访的一位男性受害者小白表示 连千亿不仅在发售前炒作他的NFT 有300多美元的差价可以赚 为此连千亿还开了一个预售群 让网友先交钱 等到1月1日正式上市的时候 就会把NFT发给网友 男性受害者当季汇款13万 购买了5张NFT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两位受害者分别汇款了8.4万和26.6万 用于购买NFT 一张2万多 连千亿的NFT凭什么这么值钱呢 它的负能又在哪里呢 原来除了能够赚差价外 连千亿还声称 该NFT可以换手表 钻石 名牌包包 汽车等精品 最关键的是这些精品只能用NFT换 没办法用现金买 但真等到1月1日正式上架后 购买连千亿NFT的小白傻眼了 因为他们发现手里的NFT竟然完全卖不掉 之后小白又去询问售卖连千亿NFT的工作人员 如何换取精品 但工作人员却告知已经换光了 可在连千亿NFT的200多人预售聊天群组中 却没有一位能出示换到东西的证明 这时小白意识到他可能被骗了 本以为13万买了5个NFT 没想到是买了5张JPG 之后YouTuber又采访了一位 曾待过连千亿直播的女性受害者小子 询问她对于卖NFT的结构链知道哪些 而小子呢也是直言不讳 表示连千亿经蔡坤红介绍给杨耀福 杨耀福就是NFT的发行人 那么杨耀福又是谁呢 根据搜索结果显示 杨耀福是新加坡长江集团台湾分公司的董事长 在去年2月曾被检方带走 讯后以50万元交保被限制出海出境 据自由时报报道 新加坡长江集团配控以投资开发澳洲大科佩尔岛 发行虚拟货币长江玉币 打造新一代加密岛等话术 对外招揽投资 两年吸金3.8亿元 YouTuber在视频中还放出了杨耀福和受害者的通话录音 杨耀福在通话过程中十分嚣张 你怎么不少训练啊 杨耀福音 我觉得这个XX 我真是这么赞不及不出啊 在受害者称自己急需要用钱之际 杨耀福竟回应 我签那么多人全世界都需要钱呢 我凭什么先给你啊 可以说是坏得明显又嚣张 之后YouTuber又联系了当初 售卖给小黑NFT的工作人员 并询问该如何处理时 工作人员却说自己并不是联千亿的员工 只是一个行销团队 只不过是刚好接到了联千亿NFT的销售工作 他们只提供上架NFT的服务 其他的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接受YouTuber的采访过程中 众多受害者还分别指控联千亿以低价劣质品高价出售 例如以100多块的垃圾卖3999元 布下不少安装塑造便宜假象 在联千亿手下工作数个月 却一毛薪水都不给等种种劣迹 在了解受害者被诈骗的事发经过后 YouTuber表示可以试着约联千亿他们帮网友解决问题 但YouTuber也表示这件事情还是有难度的 因为网友们交钱之后 对方确实有给NFT 并且也给了购买证 再加上聊天群中有暗装的存在 关于负能这件事 对方可以说这些暗装室友 换到钻石包包车子之类的 因此哪怕走司法途径 想要追回钱财也是有难度的 受到委托的律师也认为YouTuber的说法比较中肯 之后YouTuber便邀约 连千亿、杨耀福、蔡坤红等人 与受害者当面对峙 原本连千亿、杨耀福等人同意会面 但结果当天却同时放鸽子 三人到最后都没有出现 视频最后YouTuber面向镜头隔空喊话连千亿 连千亿啊 你自称网红直播界的龙头吗 而且没有一个艺人或网红敢惹他 没关系 打蛇打七寸、勤贼先勤王 我就直接指名道姓正面刚啊 你如果想报仇就冲着我来 不要伤害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不过话说回来 真的有人通过NFT赚到了钱吗 那还是有的 2007年5月1日 数码艺术家麦克·温克尔曼 开始在网上发表新作 之后13年半里 他每天都能创作并上传一幅新的数码作品 取名为《每一天》 2021年2月25日起 加士德打包了他这5000天创作的5000件作品 使用NFT并放在网上拍卖 底价为100美元 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33位买家参与了镜头 经过20多天的镜拍 这件看上去仿佛一个剪辑预告片的作品 以6900万美元被一位融资人镜德 但这位镜拍者的身份有些特殊 因为他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NFT基金 新加坡MetaPose的创始人 英国一位12岁的男孩本雅明 在暑假里画了一系列画 在区块链上以NFT的形式出售 这些画倒也不是什么精致的艺术品 只是一系列像素风格的鲸鱼 虽说每一只鲸鱼有独特的颜色和配饰 但不管怎么看都像是一套表情包 而且这些还不是他手工画的 他只是画了不同颜色的鲸鱼身体 各式帽子和烟斗等配件 然后用软件写了个脚本将它们排列组合 并自动生成在区块链出售所需的标签信息 7月份整个系列开始出售后 9个小时不到就全部卖光 本雅明获得了80个以太币 价格超过16万银铛 再加上他在随后的二手交易中的抽成 他总共赚到的虚拟货币价值超过25万银铛 到底是什么人在封买这些虚拟的话呢 我们不得而知 而最高赞的评论只有两个字 洗钱 除此之外 万维网支付还把当年的原代码做成NFT 也卖出了540万美元 最搞笑的是 连一段52分钟的P声合集音频都能卖出400美元 总之 每个与NFT有关的事件都会引起大量的争议 NFT以后可能会是一个好用的工具 会有良好的发展 但目前的市场环境显然是不太友善的 大家在面对这些新概念新事物的时候 最好还是多保留一份谨慎 避免被当成韭菜给割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如果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订阅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